五王伐咒的故事是真实的吗? 历史上真实的商朝是怎样的? 你是否知道? 商朝由商汤创建于3600年,历时500余年 期间产生了17代31位君主 我们大多数人最熟悉的是 商朝末代君主商咒王 也称帝心,小说风神演义和电视剧风神榜 反映的便是商咒王荒淫无道,残害人民,后来被推翻 被周朝所取代的故事 商朝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都城迁移频繁 其中最著名的一次迁都是商王盘庚迁都道殷 所以后世也把商朝称作殷商 其次,商朝是采用兄中弟级和父死子继交替进行的王位传承制度 所以造成了九世之乱 另外商朝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军事力量 可以对外四处征讨 还有完善的国家管理体系总体而言 商朝是代表中国奴隶制社会巅峰的一个朝代 订阅我为您分享更多的频道